做完了其實已經就夠很方便了 如果以後的話你要撈資料的話其實很方便 所以這個這個功能其實可以用在很多地方上面 如果你資料一堆的話 當然你勢必就是會希望說能夠有一個下拉清單 可以幫我按照什麼按照哪個類別我的自動那個類別的資料呢 就自動很快的可以幫我把它呈現出來OK 那就不需要說自己還要再花 花力氣一個一個自己去把這些資料找到了 所以其實現在很需要一點因為 現在的那個資料爆炸的速度這增加的速度其實是呈現是 應該是 倍增不是不只倍增嗎是這個 資料量產生的速度 遠遠比你想像的還多了甚至之前有一個數據說 現在的人一天產生的資料量恐怕就是我們幾萬年前產生的 因為大家以前是沒有文明的 有文明之後產生的資料量還沒有現在的多 為什麼現在太方便很快 可以一下就產生很多很多大量的資料 但問題是這些資料到底是不是正確的 對不對 所以其實反而你會發現現在 更需要一點就是如何從資料裡面找到正確的資料 來做出正確的判斷 不然的話呢 你永遠都會被大量的資料給買 你更不知道說這些資料到底要怎麼去使用它 即便資料都給你了 裡面的話都有 你要的一個決策的答案 可是如果你不知道去怎麼樣善用它的話 那其實這個資料給你也是多餘的 OK所以其實現在會面對很大一個問題 很多像政府機關要做決策的時候 我怎麼知道哪個決策 這個最正確 所以他必須要先知道 知道大部分的輿論 輿論在 至少吧 所以現在有什麼帶風向 或什麼的 對不對 所以其實 這個都是需要有 專門的這種資訊處理人才 OK 去快速的把一個資料 正確的給找出來 對不對 不然的話老闆要做決策的時候 他不知道哪個決策才正確的 他如果做了錯誤的決策的話 我會罵翻了 對不對 所以要怎麼樣 一直都是正確的 所以其實我發現 如果你要趨吉避凶 真的盡量你的資訊收集越詳細 然後呢 越客觀 然後有一個套方法 你就自然不會 走錯路了 或者甚至是踩到地雷 像你們吃東西也這樣 餐廳到底哪一家餐廳 好不好吃 很重要嘛 差很多的 是不是 很糟糕的進去真的是完完全 從那個服務生的態度就不同了 對然後呢 吃東西 我花那麼多錢 我居然端一個這東西給我 你會覺得說 我倒不如 你那時候覺得很後悔了 可是 說真的有時候 真的還是要做一點功課 有沒有 所以現在都有大數據 網路上 像Google地圖上面都有嘛 現在大家 慢慢越來越習慣 去看這些訊息了 像我以前 我其實已經用很久了啦 OK 所以我最早 剛開始做決定的時候 我們都是很直接 這邊餐廳看起來不錯就進去了 後來發現才覺得 真的是 很糟糕的一家店 但來不及了 甚至像住宿也是一樣 飯店 哪一家飯店值得住 你要住一晚 不是說你花錢就算了 你花錢之後還找稅售 那就真的是很累的一件事情 比如說像 像遇過什麼 裡面有蚊子 裡面有蟑螂 對不對 裡面有什麼 像晚上睡覺 空調的聲音太大 KINIK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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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然隔音很差嘛 要不然就是它什麼 反正一堆 都有可能讓你一個晚上睡不好覺 那你睡不好覺 你倒不如回家睡算了 對不對 所以有什麼 辦法 可以讓你 就是叫 屈級避凶嘛 對不對 其實也是一個 算 大數據分析的結果吧 你要怎麼樣快速可以 可以拿到這些資料 並且做正確的決策啦 我覺得就是說 你要必須養成一個 所謂的資訊處理的觀念嘛 那我們這些其實就是 一個比較有邏輯性的一個分析啦 OK 當然你至少要用對工具 那一般我們手邊最容易取得 就eSale 那eSale裡面要怎麼樣去撰寫 這個對應的程式 就VBA嘛 所以其實 這門課程設計啊 主要是從最淺顯易懂 然後可以 比較不用花太多力氣 你可以解決你眼前的問題啦 OK 所以 這個部分的話 我建議還是大家可以花一點力氣啦 當然 盡量還是能夠把所學的用在 這個生活 用在未來你的工作上面 所以如果你的生活裡面用不到eSale 可能再盡量看看有沒有延伸出去吧 盡量找 找找看有沒有這種需求 或者說 可以看看你的父母親 或者你長輩 或者是你的哥哥姐姐 有沒有在用這方面的東西 其實 你會發現 他們會給你很多的意見 OK 甚至我是建議啊 如果你暑假 有時間的話 不妨 可以到那個業界去做實習 像好像有些學校 都有跟一些 企業合作 可以讓 就是 甚至好像教育部現在有推一個什麼 就是你可以在某一段時間先去工作 然後再回來 他好像有一些 一些獎勵辦法之類的吧 就是說希望 你們在念大學期間 如果還找不到人生方向的時候 真的不要浪費 而且再來你們繳學費也不少 可是如果這段時間你只是想要混學分 學分的東西最損失最大的 其實還是你們自己 OK 那 所以還是盡量能夠有一個方向感 因為你知道說你未來想要 想要的是什麼 你就會比較積極 因為你有個目標 你才知道說你自己缺什麼 OK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大概跟各位說明一下 因為其實 我大概跟各位也是一樣 進大學之後 念中文系 那時候想說 不過我倒是比較寬 我比較不會被限制住 我覺得念了 不管念哪個科系 你其他科系的東西你還是要懂 像我那時候也蠻喜歡 像那個 經濟的方面 像 經濟學相關理論 我也會想要去看 或者像 法律系的 日文系的 或者是英文系 各方面的 甚至那時候其實對那個 新聞 出版編輯 所以參加那個編輯社 OK 然後後來也做到那個 這個leader 最上面那個 就是 編輯部長 還是什麼 反正那個 那只是一個頭銜 後來也到了那個 聯合 那時候聯合晚報 還在的時候 還到聯合晚報 去上班 我之前有跟各位講過 可是後來發現 好像走了 發現好像不是我喜歡的 所以我 後來就沒有再往這個方向 至少你要踹過啦 不然等到你畢業之後 你進到那個領域之後 才發現原來 這個工作人家是錢多事少 不知道離家近不近 但是錢 錢少事多 然後 離家有點遠 當然就是會很悲哀啦 覺得說越做越覺得辛苦 對不對 最好當然誰不希望說 你的工作待遇是好的 對不對 然後你的工作內容是輕鬆的 對不對 然後最好你 距離 你可以自己 自己選擇 OK 可是如果你的專業技能不夠的話 那當然你是被選擇的 可是如果你專業技能夠的話 你是可以選擇工作的 所以大部分人當然是人求士 你要去找工作 但是另外有一部分很少數的人 是 這樣 是求人 就是 工作來找你的 OK 所以我下禮拜 下禮拜要去那個文藻大學 文藻外語大學 好 去 他們邀請我去 幫他們做一場 研習啦 基本上是演講 演講可能一個小時 可能 我去一個小時 感覺太浪費時間 後來 不然三十小時 老師要做一個 研習 那研習內容什麼 就教他們這些東西 那對象就是文藻大學的 教職員 跟老師 可能還有一些研究生 OK 所以下禮拜我可能就是 禮拜三吧 那我就是坐高鐵 咻下去 然後 上完課咻又馬上 感覺好像在坐高鐵 飛來飛去的感覺 不過感覺雖然高鐵還算快 但是好像還是很花時間 OK 大概是這樣 那最近還有一個什麼 有一家叫Coach的那個包包的名牌 他們也是網路上看到我的東西 然後問我說能不能到他們公司 去幫他們做 內部訓練 教的是什麼呢 教的就是你們現在上的東西 OK 所以其實說真的 這些東西其實就是 大部分人需要的啦 那你不要以為說現在好像職場上 每個Excel都很厲害 其實倒也不一定 因為 你們爸媽那個年紀的人 他們其實 他們 在學校的時候 根本沒有這東西啦 所以他們也沒學過 所以很多人其實也都不會 所以不會的結果是工作效率還是很低落的 OK 所以 你們如果把這些學會的話 我是覺得你們至少 會有一個優勢 就是 你至少在這方面是你可以凸顯說 你有這方面的專長 OK 所以各位可以思考一下 你們千萬不要去一直跟 就是 你們的長 就是 你們以前那一輩的人想說 你要跟他們一樣 如果你都跟他一樣的話 其實你就沒有優勢了 為什麼 因為你們都一樣 而且你們如果都一樣的話 他們會的一定比你會更多啦 因為他們很有經驗 但是很多東西是 你會他們不會的 那就是你的優勢 OK 好那我們把剛剛的部分 稍微把它做一個結尾 所以剛剛部分呢 我選了這個之後呢 再去點選班級這個按鈕 他會自動幫我把資料撈過來 這件事情 有沒有 撈過來 那可是呢 還是會有個地方 可能覺得 不太 不太OK的 就是說呢 那做完之後 就有同學 會 就是稍微 要求稍微多一點 想說 老師那這個地方 像剛剛那個用Excel的函數 像這個 我們如果用Excel這個函數 你會發現他根本完全 都不需要按按鈕 有沒有 像這邊的話 這個也還記得吧 貼上之後 Ctrl、Ctrl、Shot、Enter 然後 就有同學說 老師那可不可以不要按按鈕 我也可以得到像剛剛那個效果 當然是可以啦 可是就是說你必須要在程式裡面做一個變動 什麼樣的變動呢 因為在那個程式裡面 它的觸發 像我們這個是按一下按鈕之後 它會有一個觸發點 觸發什麼 觸發背後的程式 有沒有 你點了這個按鈕 它會去執行那個程式 所以你要想說 那我觸發的點 我不是按按鈕 那我可以把它改成什麼 當我下拉清單 裡面資料變動的時候 那我就可以再觸發什麼程式呢 觸發這個班級的程式 所以觸發的點不一樣喔 那我要怎麼樣去觸發什麼 觸發 這個下拉清單 裡面的這個 這個儲存格改變之後 的這個動作 那我跟各位講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就把它稍微修改 如果今天不要這個按鈕 然後直接下拉 它就自動變動的話 那我必須 多撰寫一個地方的程式 哪個地方 第一個 Visual Basic 一樣嘛 剛剛是寫在哪裡呢 寫在模組裡面 的一個Sub 那接下來我要寫的位置 就不一樣喔 我要寫在哪裡喔 寫在 各位可以看到喔 在我們的這個專案上面 這邊就有好幾個工作表 你會發現喔 它這個前面 第一個叫工作表1 後面有個刮鬍 刮鬍就是 你會發現 就是這個的名稱 那工作表2的話呢 就是這個 這個去著1的話 就是 他去著1就去 蠻怪的 這個英文 這個中文 不管 反正主要是看 刮鬍裡面的這個名稱 那主要我們是對應到 我們現在的這個工作 所以喔 特別這個指的就哪一個 是指的這個 那如果說我要做剛剛講的這件事情的話 1 請你把這個名稱找到快點兩下 點兩下之後你會發現右邊喔 就會多出一個區塊讓你寫程式 第二個的話呢 請你在上面的一班喔 找到 所謂的 Worksheet 這個Worksheet指的是工作表 指的是哪個工作表呢 指的就是這個工作表 就是這個 OK 意思說 這個 有點像一個 一個 這個是一個主詞 主詞的話是當 這個工作表 宣告那個地方的話呢 就是 發生什麼樣的動作 什麼樣動作 當他 這個工作表裡面呢 只要有 他預設是selection change 請你把它改成change 那有什麼不一樣呢 selection是選取區 那 如果 這個預設是selection change的話呢 那就選取區變動 他才會執行某件事情 可是呢我們不是要 我們把這個selection change 甚至可以把它delete掉 有沒有頭尾這兩行 留下什麼呢 當這個Worksheet 當這個工作表 他裡面的資料 有變動的時候 change 那我們要做什麼呢 再來的話我判斷一下 判斷什麼呢 判斷如果 他 因為這個工作表 只要有變動呢 他就會觸發 這裡面的事情 OK比如說我舉個例子 比如說我這邊的話 打一個什麼 打一個message box 比如說我這邊 顯示 message box message box就跳一個訊息 然後這邊裡面的話 假設是變動 變動了 那你會發現喔 那這邊 假如說我在這裡 這樣點下去都不會變動 比如我在這個儲存格變動 出入1對不對 那我按Enter 他裡面的資料變動了 他會跳變動了 有沒有 那如果再把它刪掉 他又變動了 意思就是說 只要 這個 工作表裡面呢 有改變的話 那我就可以 他會跳出這個東西 但是呢 我怎麼知道哪一個變動 所以其實你可以再再來 後面再串接好了 串一個什麼 哪一個變動 變動了 and 然後呢 他會用什麼 用target告訴你 and 然後這個 然後這個 Target 點什麼呢 這邊可以知道address 比如說哪一個 哪一個儲存格變動 你可以在後面加上什麼 and Target 點address 比如說像這樣 那我就 再把它run一下 你會發現 假設在這邊 輸入1 Enter 這個是 m多少 m7 所以Enter 他告訴你 變動了 m7 有沒有 m7裡面是要變動 那我再刪掉他 還是一樣 所以只要 某個儲存格裡面有變動的話 他就會觸發 這個裡面的程式 OK 所以呢 我們其實用同樣的 我們這個原理知道的話 那我們可以怎麼樣呢 判斷 如果 哪個變 因為其實主要我們要這個變動 才去處理 其他變動都不處理 所以如果 變動的那一個 就是哪一個 就是Target.address 就這個 所以你可以 把這個Target.address 放到這裡來 如果 Target.address 等於什麼呢 那個儲存格 特別是 剛剛還記得吧 他顯示出來是有 那個 錢的符號 所以記得 錢的符號加一下 H 2這個儲存格 如果變動的那個是 H2這個儲存格的話 Then 然後 然後 Enter兩下 打個Endif 才去做 做什麼呢 很簡單 就是呢 我如果這個變動的話 那我就等同是 去 去執行這個 班級的這個 這個Sub 那我怎麼直接讓他執行呢 很簡單 打一個call call班級就可以 意思是 我不需要把剛剛的程式 搬過來 那我剛剛有寫了一個什麼 寫了一個 班級的一個Sub 那如果你要去呼叫 因為他在放在模組裡面嘛 那你可以前面加個call call班級就可以了 OK 所以喔 我們這程式基本上就寫完了 那寫完之後的話 我們來試試看 如果這個OK的話 那我們實際上就可以把按鈕拿掉了 也就是以後呢 只要下拉清單 有沒有 變動的話 他就會自動去觸發什麼 這個工作表 被改變 那我查一下是不是H2 如果是H2 那就直接call 班級 等同是 把剛剛按鈕的動作呢 改成 變成是去判斷說 到底 是不是這個儲存可改變 我們來看一下 OK 寫完了啦 那寫完之後的話呢 我們就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剛剛要按嘛 現在要不要按 現在是1班 1班不用按了 2班 不用按 這個可以把它剪下來 把它刪掉了 有沒有 這樣就OK了 所以呢 我們 如果假設希望 旁邊不要有按鈕的話 那怎麼做 這邊就要 1到 這一個 工作表 的物件喔 裡面點兩下之後 請你找到上面的這邊 Worksheet Change 把程式 寫這三行就可以了 其實蠻好記的吧 外面其實就包一個什麼 衣服的邏輯 如果當 這個什麼呢 變動的 那個 位置 變動它從這邊 有沒有 Target 就這個 的位置 所以它用這個 Target的物件 告訴你 如果是H2的話 那就扣扳起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 打開 S3 2 3 4 5 4 6 5